好 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个小点 叫message message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先看一下 前面我们实现绑定Solice的时候 词确实来说是比较麻烦 对不对 比较麻烦 ok 那message就提供了另外一种比较简便的方式 实际上 提供这样一个方式来实现 你看实现IPC通信底层它也是使用了AIDL 它就不需要你再去自己去定义这个AIDL文件了 对吧 它底层都给你实现好了 这样的 然后AIDL方式不同的是message方式是利用hunder的形式来处理 hunder的这个可能我们前面还没有讲过 没讲过 但是前面好像用过一点点 是吧 对 用过一下 后面我们还会再给大家详细讲解它的原理 它是线程安全的 也表示 这也表示它不支持并发处理 这就是它不支持并发 AIDL的方式 它是叫非线程安全的 并且它是支持并发 这两个是它的不同的点 不同点在这 因此我们使用AIDL方式时 需要保证代码的线程安全 线程范围的安全 比较同时多去调用的时候 是吧 那肯定就会有问题 你访问的返回的是同一个 比如说同一个对象 或者什么的是吧 当然咱们这儿是调用的时候是返回new的一个对象 每次都是new了不同的对象 是吧 如果你用相同的对象 就要保证现象的安全了 大部分应用中我们不需要变化处理 因此我们只需要使用message就可以了 是吧 来生的方式 好 我们这里怎么来创建的 你看啊 在进程A中创建一个message对象 将这个message对象通过message的send方法传递到进程B 是吧 当然message对象呢 本身是无法被传递到这个进程B的 通过send方法呢 他会使用一个叫pass pass这个对象 是吧 这个对象进行编辑 然后呢 再解 这个就是像是解包吧 打包解包嘛 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再有message对象传到B的消息对调 handle再去进行处理 就这样一个过程 好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使用这个message 好吧 怎么来使用这个message呢 那我们先来一个按钮 还是要有一个按钮 来点击发送 是吧 好 这儿 这个我们叫什么 叫使用这个 叫message 哎呦 我们看一下怎么打来了 mess 哎呦 ess enger 是吧 message 哎呦 把那个值给弄没了 使用message 怎么样 实现 嗯 这个IPC啊 i IPC 调用是吧 对 IPC调用 ok 这是这个 然后我们打开来这边看 加入一个 onclick 方法 对吧 出发这件 出发这件叫message click 好 复制过来 呃 那我们同样需要在这个 main activity里面来做这个事情是吧 嗯 在这里面做这个事情 好 我们需要有一个 方法 我们在这写吧 最后翻写啊 public void 可以的 嗯 复制过来是吧 嗯 view ok 这样子 然后这边呢我们往下一点啊 这样大家看的比较清楚啊 这是 注释一下 使用什么 这个 message 对吧 是用message啊 好 这个地方怎么来使用呢 我们查看一下这个API文档啊 在AIDL里面 注意在这个bund solace里面 它第一个就是使用一个message 看到没有 这里第二种方式是吧 第一种是创建使用这个solace的方式 使用一个message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这去使用啊 在message的方式里面 你看 它的这个solace 我们还得创建solace 继承的还是solace对吧 对 然后呢 他需要通过这是处理消息这一段啊 处理消息这一段 他返回的onband的对象是什么呢 是message里面有一个getband的方法 返回的就是iband的对象 啊 返回iband的对象 然后他返回这个iband的对象以后 你看他这边通过一个hander是吧 来处理这个消息对不对 处理消息 然后呢 把这个hander的处理器是不是传到了message里面去了 对吧 传到message里面 这是这个solace端 服务端要做的这个事情是吧 好 我们先写啊 有两个 客户端我们还用这个方法对呗 服务器端我们再写一个solace 是吧 这个叫什么solace 叫message solace 叫message solace ok 过来 这边我们先给他干掉啊 先给他干掉 干掉啊 这样吧 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呀 这边来 需要有什么 刚才看到的是吗 刚才看到的是吗 有一个message是吧 又出来了 又出来了是吧 叫message 有个message对象是不是 叫message 然后呢我们另一个什么 这个message 是这样吧 对 那个message 然后里边你看 他有一个这个参数 叫什么 hander 是吗 hander 所以我们这边还需要有一个什么 我们前面写过 一个hander 是吧 处理器 一个hander处理器 我们new一个这个hander 这边我们要给他 导包 是吧 导进来 ok 打错了 这不打错了呀 dl一样 你有吗 哦少一个l是吧 hander 对hander 对吧 这不对了吗 ok 然后里面去实现他的什么方法 重写他里面这个hander message 这个方法对吧 实现这个方法 然后呢 这边你看他有一个消息的 那个那个长量 是不是 有一个消息的长量 叫public standic void 就是消息的一个标记 void 然后呢 比如说我按照他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一个say say hello hello 对吧 对不对 say hello等于0x1 对吗 对0x1 这个是我们应该是 少一个 int类型 是吧 对 这个也是大写的 say hello 这是一个标记 这标记 好我来处理这个标记 switch 是吗 message.what 如果是等于谁啊 如果是case等于这个say hello的话 我是不要来处理这个消息 在这进行处理消息了 好这边先写上去 传进来一个什么 handle了是吧 传进一个handle了进来 好 这边的话就是用的是 这个message.guide bundle搞定 需要有一个什么 return 是吧 return 这是服务器端就 这么写了 然后这边怎么来显示这个消息呢 怎么来显示消息 对我们看一下啊 他这边用的是 这个直接用的是这个 toast 是吧 那我咱们也来这个 什么 toast 然后mactext 这边叫get application context 然后呢 最是我们用的是这个系统的这个上下文 然后呢 比如说我传递过来以后 我这边消息是什么 对吧 你要不要传这个传递这个对象过来啊 是不是啊 对 如果你要传递对象过来 那我就在msg里面这个object 我可以 我可以 给他抢转一下是吗 嗯 哎 叫info可以吧 嗯可以 ok 好 抢转一下 叫info 然后我就输出这个什么info 是吧 然后呢 toast.lan.so 是不是搞定了 嗯 这边就搞定了 啊 使用message这边 然后在这边怎么来写呢 我们继续看这个文档啊 继续看文档在activity里边 你看还得定一个message 现在我们就用的是message 跟message之间的通信了 嗯 对不对 对他们之间这个通信方法 好 那么用的方式也得用绑定的话 嗯 对不对 对也得用这个绑定方式 你看 同样用绑定 但是绑定的时候 只用的是message 16传一个ibander进来 嗯 嗯 这用的是另一个过导方法 对吧 对对对 另一个方法 好 这是等于空等于空 然后呢 我们发送数据的时候一点 然后从他里面获取一个消息 发送这个消息 然后就 嗯 搞定了 嗯 是吧 对 然后我们就搞定了 然后呢 然后在onstart 你看他这里onstart 跟onstop里面去绑定 或者是什么 结绑 这个消息 是吧 结绑这个消息 OK 好 我们在这里来写啊 使用message 那我们就要用到的是什么呢 首先 我们先在这儿来一串这个分割线 华丽的分割线 对吧 分割一下 我们要定义一个什么 跟那边通信的message 是不是 对不对 对 跟那边通信的message 叫m soles 是吗 对 msoles OK 然后他这边我一点击 是不是我点击个按钮 那相当于是通讯了 什么 对相当于通讯 那所以呢 我在这边我还需要有什么 需要有这个 嗯 我就用onstart 我就没有用的方法 前面那个是结绑 绑定跟结绑是用的两个按钮的吗 嗯 现在我用这个start方法去结绑 退出去 哎 start去绑定 退出去 结绑 就不需要按钮了 用start 是吧 嗯 OK那这边呢 我们同样也得跟他一样 我们用一个 叫做 我用一个标记吧 就叫flag 是不是 嗯 叫flag等于什么 这个force 这是一个布尔值啊 是一个布尔值 不理 OK 好 然后在这边我就去这个绑定服务了 是吧 嗯 binder storless 我这边绑定的是谁啊 这个是 intern的是吧 intern的我们叫storless 另一个intern的 是不是 另一个intern的 然后这边是这一次 然后我要绑定的是这个message storless.class 对不对 哎 我这个storless 我就绑定进去了 是不是 OK 然后他还也需要提供一个 这个connection 是吧 也需要提供 那我这个connection 就跟上面的connection 我不想不想这个跟他混了 好吧 嗯 我不想跟他混了 然后我就 在这单独写啊 单独写一个private这个storless 什么connection 然后呢 我们这个叫做 con2 可以吧 另外一个 storless 这个connection 是吧 哎 所有的 然后这边 逗号 OK 嗯 然后把这个flag等于什么 处处就给他标记成处啊 嗯 flag等于处 然后这边这个呃 如果是失败 我就这个flag等于什么 force 是吧 然后并且呢 这个m sorless 要等于什么 空 对不对 然后这边绑定成功以后 绑定成功 我们就用这个sorless new一个message newmessage 好 它的这个参数 你看有两个过道方法 一个是传 那边是传的是hundler 这边传的是什么 iBand 是吧 这边绑定那边嘛 那边用hundler 这边用iBand 是吧 iBand是怎样 是不是sorless啊 对吧 就把这个对象给实力化了 对象实力化了 OK了 好 在这边 我们就用这个sorless 这是sorless吧 第二个就是c12 是吧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context点 那个叫怎么来呢 Band Band Otoculate 是吧 Otoculate 就绑定了 是吧 这个就是 呃 正常应该是这个绑定 成功 然后把这个flag设成什么 哎 这个flag也不是设成处 这flag应该是在哪设成处啊 在刚才这个地方已经设成处了 是吧 设成处了好 我在stop的时候 on这个 stop 这个事件方法里边 然后呢去干什么事 去结绑是吧 嗯 这个band 然后cln2 给他做一个结绑 那结绑之前我得判断一下这个flag 是不是等于 处 是不是 flag是不是等于处 如果等于处我结绑 嗯 对不对 对结绑完事儿以后呢 flag要等于什么 force false slag等于false 这样的话是不是绑定成功了 对不对 对 ok 一进来他就自动就这个方法就自动调用嘛 是吧 中交的话就绑定成功了 啊 这边就绑定成功了 绑定成功以后 我现在点这个按钮我想发送消息 是不是 发送消息怎么发送啊 你看他他这个say hello 这个方法 我先搞一个 创建一个消息 注意message发送的就是这个叫 叫做message对象 这叫message对象 这叫消息对吧 msg 对不对 那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message 嗯 你通过message 或者是message 这个都可以啊 都可以点overtime 啊 overtime就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前面给他说过 这是这是创建一个 一个这个什么叫消息对象是吧 嗯创建一下这是获取的意思啊 创建 获取 有就拿一个没有创建一个 对 这个意思 optain 获取的意思是吧 拿一个消息对象完事以后 你看啊 拿消息对象以后 然后开始给这消息对象里面去复值 是吧 对不对 给复相应的值 你看一下怎么去复值 我就单单写了啊 他那个直接上下面写的 然后这个ort 谁啊 我这个标记 标记设成谁 设成message solies里面 我不是写了一个say hello吗 嗯 对吧 然后message里边的这个object 我就要传一句话过去 是吗 哎我要传一句话过去 怎么传这句话过去啊 传什么话过去呢 这边 再来一句话 比如说一句话 对我们随便说一句话 来阿克再给你一个发挥的这个机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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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来一句 前段时间看那什么 嗯 那个那个 什么国家什么人均 什么工资水平是吧 国家人均工资水平是吧 对啊 发现一个问题啊 我已经不是拖国家的后腿了 嗯 我已经扯到国家的蛋了 哈哈哈 哎呀 不要气馁啊 是吧 这个是 这个是吗 这个是 扯到蛋了是吧 对 扯到国家的蛋了 一步 小心是吧 扯到国家的蛋了 这个扯是吧 嗯 扯到 国家 这个是太大了吧 说的 啊 一步小心扯到 啊 蛋蛋 哈哈哈 ok 好 一步小心扯到蛋蛋 好 嗯 那我努力加油 是吧 嗯 努力 ok 我这个消息就已经这样设置好了 对吧 完成以后 我通过这个叫做 emmosolies点 是不是 剩的方法啊 嗯 把这个消息给怎么样 发送出去 你看啊 给它发送出去 这边需要有一个踹 发消息的时候再踹一下 注意这边一踹 这边就可以怎么样了 这边就可以打印消息了 对 注意啊 这边就可以打印消息了啊 这边就可以把消息的输出出来 嗯 没有了吗 那就把这个object的info它就会透出来 就在这边来透了啊 这边来透了 好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啊 看这个蛋扯到了没有啊 嗯 我们需要 打开 模拟器啊 ok 看到啊 使用message实现IPC调用 那就已经绑定成功了 现在 绑定成功了 找你 哎呀 一不小心扯到蛋了 努力加油 是不是 就出来了 这边就可以给它 这边去发送这个 给这个storless这边发送这个消息了 嗯 那他就可以在这边接到这个消息 对吧 对 他就给他接到消息了 好 我们这一节呢 第33讲就给大家讲完了是吧 嗯 我们再回顾一下啊 我们一共讲了这个几个点 第一个是我们用的storless的两种启动方式 一种是starstorless 一种是bandstorless 对吧 starstorless里面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默认是一个同一个进程当中的同一个县程 对吧 哎 那我们可以 如果自己要写的话呢 你要自己去构造一个县程 然后其 里面去运行你这个服务要执行的这个操作 哎 那么在storless还有一个子类叫intern的storless 它这个呢 就是在独立的一个县程当中自己去执行的对吧 对 那么呢 多个任务呢 它会有一个对列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执行 完事以后它会自动关掉啊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一般在内部程序中去使用 我们讲的这个 比较难的一点就是这个叫bandstorless 是吧 bandstorless就绑定一个服务 这一块我们是用它 用绑定这种服务呢 来实现IPC的这个 这个机制这样一个实现 OK 然后最后呢 我们还用这个message 也是可以用来实现IPC 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方式 有一点点区别 一个是现成安全 一个现成不安全 对吧 一个适次并发 一个不知之并发 好吧 OK 那我们33讲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那么下去以后大家还是要多多练习啊 好吧 OK 谢谢大家